家和万事兴,想要维持家庭的和谐,这方方面面都需要打理得当,这样家业才能行稳致远,子孙后代人才被出。 普天之下,家是社会最基本的结构,每个人都从家中生根发芽,最终成长为能为他人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,可见这家庭的经营之道乃是人成长路上最好的良方。 古往今来,有无数乡野之中的贫苦之家,逆袭为金玉满堂之府,受到他人的敬重,但也有家产万贯之豪门,最终传不过三代,子孙后人轻贫窘迫,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这家庭的致富之法究竟如何才能获得? 这一问题难倒了众人,但是老祖宗对此却曾有言想要家中父,屋里放肆物,这说的究竟是哪肆物,并非迷信之言,是古人的生活经验所得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一览国学。 葫芦,夫妻之道。 葫芦想必大家都见过,从外形中来看,葫芦嘴小肚子大,古人认为这样能够吸收房屋内的气场,这也是所谓的聚气,所以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用一根红绳,甚至有些家庭还将五个葫芦一起安放在住宅内,这也是寓意五夫临门。 葫芦也象征着夫妻和睦,将葫芦从中间一分为二,就成为了一模一样的两个,也象征着夫妻二人,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成的葫芦,同时也象征着童心其力。 在古代的豪门贵族之家,都会在名堂之中放置几枚天然的葫芦,这葫芦虽小,在古人的眼中却有大智慧,葫芦不仅可以食用,在其经过特殊工艺之后会牧制化,能够收藏于家中,古人自古以来就十分喜欢,因为这葫芦一分为二,乃是一模一样的两部分,喝起来也丝毫没有缝隙,外表十分圆润,这就犹如家中和谐的夫妻二人。 故事后,婚姻大事全凭父母做主,所以这才子家人在成婚磨合的时候,往往会产生诸多的矛盾,要是不能化解,这家业将会整日不得安宁。 家是乘风破浪的一艘船,而夫妻就是最关键的掌舵人,若是两人不合,那迟早会翻船,所以夫妻应该大度能容,互相体谅对方的缺点,要知道这人无完人,一味的针锋相对,再深的感情也会变淡,家业更是难以长久。 葫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吉祥物,而且种植相当的悠久,在浙江蛇咬亩渡遗址发现了七千年的葫芦集种子。 可见在七千多年以前,葫芦就开始被广泛种植,在诗经,大雅记载,紧紧刮蝶,明知出生,意思是人类原本源自于葫芦,人类是从葫芦里面创造出来的。 元古先祖认为人的一生都跟葫芦有关系,也被称为三胡,三胡包括破胡,人从胡出,玄胡,医药己民,胡天,魂归胡天。 葫芦不仅被作为吉祥物摆放在家中,至今很多农村庭院依然每年喜爱种植几颗葫芦,葫芦的藤蔓被称为曼代,谐音,万代。 意思是家里种植葫芦,家里的人丁就特别的兴旺,后代友人能够繁衍万代子孙,葫芦的谐音葫芦,意思是葫芦双全的寓意。 葫芦是过去农耕时代的装酒水使用的器物,而且还被道家当作法器使用,很多神话传说里面,葫芦都具有非常强的威力,所以葫芦除了能够招财纳夫之外,还被赋予辟邪的作用。 葫芦象征着夫妻和睦,把葫芦从中间剖开一分为二,就成为一模一样的两个,象征着夫妻两人。 然而合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完整的葫芦,也象征着夫妻童心齐力断金。 葫芦还很像是女性,而且上面小下面大,象征着繁衍能力强,是多子多福的象征,葫芦装酒水也是得益于其口小肚子大,是天然的装水容器,这样的形状也被认为是家里的钱财, 装进葫芦之后就出不来,只出不进,自然就能够过得越来越富有。 金蝉,神话典故,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《天天有喜》这部影视作品,其中就有一只金蝉被砍断了一条腿,变成了三足金蝉,其中也有一个神话故事, 古时候有一个修炼成精的蛤蟆精,为了追求更好的内功, 却整日不做好事,被刘海知道后,便去收服对方,于是便砍断了他的一条腿,因此就变成了三足金蝉, 从此之后,他也决定痛改前非,用自己的法术造福人间,这也是著名的神话故事,刘海戏金蝉,之后百姓们都会将金蝉请到家里, 而且金蝉只吃不拉,所以百姓们也会越过越好,这也是金蝉成为大家喜爱的财富化身。 华夏在上古时期,就在社会中流传有内容广泛的神话故事, 女娲补天,精卫填海,夸父追日等等,都被世人所熟知,而这金蝉就与八仙过海有关。 相传吕洞斌有一位徒弟名叫刘海,在人间想要除魔,有一次收服了一个妖精, 将其打回原形之后,竟是一只三条腿的蛤蟆,之后这蛤蟆精痛改前非,跟随刘海一起为民除害,专门帮助穷苦人家, 之后这世纪广为流传,人们就依据古书集中的描述, 雕刻金蝉放置于家中,希望能够改善家境,保佑富裕,花草,陶冶新兴。 我们都知道,家里面摆放一些绿色的植物,不仅看着赏心悦目,还能净化空气, 其实,绿色植物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作用,就是招财。 古人认为,在家中摆放绿色植物,也可以提升财运,特别是一些枝叶比较大的植物。 比如说发财树,精干全年清脆,不仅树形好看,名字也好听。 再比如说金钱树,常年翠绿还以达理,摆放在家里寓意吉祥如意,聚财发福, 还有红韵当头,富贵竹,蓬莱松等植物,不但看上去赏心悦目,可以观赏点缀家居, 更有财源滚滚的象征,富贵平安的寓意,同时还可以给人带来好兆头。 正所谓,满木皆绿意,黑土运生机,家中摆放几盆绿色植物。 不但好看,更能带来好运。 在古时候,家家户户都居住在庭院之中,于是就会在空地种植一些树木花草, 有些树木不仅可以揭出可未美的果物,还会开出鲜艳的花朵, 可以美化生活环境,营造一种清新宜然质感。 当然除此之外,最重要的是,花草能陶冶人的心性。 人间四月芳飞尽,山寺桃花史盛开, 古时候有无数的文然雅刻,因为园林美景而激发情绪, 从而借景抒情,写出了无数千古名句。 在田园居士桃渊明的心中,菊花淡薄,悠然是花中饮饰, 荷花出于泥而不染。 中通外职,乃是君子之风采,梅花在苦寒之中, 贞洁不屈,积人奋进,即使是世俗中人, 也能在这万象更新的花朵之中,洗涤心性。 雨水,鲜活生机。 按照风水学的角度来讲,水有主才的说法, 鱼缸为水,鱼的生机又可以带来生气。 所以,古人认为在家里客厅摆放鱼缸, 对于招财是有一定帮助的。 鱼缸放在家里,会让人觉得很大气, 也能美化家居环境,不仅好看, 而且更有利于家里聚采, 特别是如今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, 家里养养鱼,下班回家看看。 还可以放松心情,缓解压力, 看着水中的鱼儿,在鱼缸里自由自在地游动, 就像是在跳舞一样, 这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美感, 更能使人心跟随着鱼儿一起舞动, 暂时可以把一切工作和生活的烦恼统统忘掉。 在春节的时候,丰盛的年夜饭定少不了鱼, 这意味着年年有余,代表着家中的财富, 其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, 自古就有以鱼缸养鱼的习惯, 这能让家中充满生机。 而这鱼缸中的水, 也被视为财富的象征, 在古时候,人们通常要自食其力。 而这生存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择水而居, 那时候,家中以大鱼缸蓄水之人通常都非富极贵, 在道家的思想之中上山若水, 水润万物而不彰显自身, 所以为人处事学习水的品格才是真正的大善。 所以,家中摆放上一个鱼缸, 养上几条小鱼儿, 闲来无事的时候, 哼着小曲儿喂喂鱼, 看着鱼儿游动跳舞, 缓解压力的同时更是在积攒福气。 在古时候长期的农耕生活中, 寻常百姓所求, 不过就是能够温饱, 家业安稳, 于是为了让家中多彩, 就会在生活之中寻找美好寓意的物件摆放于家中。 这样一家人谋生, 也能够寻得内心的安宁, 不过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, 百姓们已经远离农村, 这四样物件也就渐渐从家中淡出, 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之中。 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发展, 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都是不曾更改的, 只有贴合自身, 合理地打理家业, 让生活更加的舒适, 那一家人才能长远地走下去, 寻得真正的智福之道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记得点击订阅, 我们下期见!